台東縣路野鄉的永安國小 六年級學生為了表達對母校的感謝 在王老師的帶領下 將雜亂的樓梯前置空間 變化成美輪美奂的地中海風格閱讀空間 在畢業前系送給學校 因為這邊有一個消防的設備 但是要把它移走之後 然後我們就跟老師討論之後 想說跨個地中海的 那個圖書的地方 是會很累啊 可是現在想一想 是做起來很有成就感 就不會覺得是在外是都很值得 經過整整一學期的努力 從設計進途開始到施工彩繪布置 連校園內的枯枝樹幹 與倉庫內的老舊桌椅 都是布置的來源 當然布置的過程 算是蠻漫長的 也不是那麼順利這樣子 不過一步一步 看著它慢慢的完成 也蠻有成就感的這樣子 其實說真正完成也還沒有真正完成 還有小部分地方還沒有完成 那以後也許也會有一些微調這樣子 他們以後的學弟妹有不一樣的想法的時候 也許會再做一些修改 或者是再增加一些東西這樣子 這群畢業班的孩子在畢業前夕把這個空間正式介紹給學弟妹們 並在畢業當天自證給學校 希望學弟妹們可以更喜愛學校 更愛閱讀 東台新聞楊國柱 陸野鄉採訪報導 我們是六年假班 我們畢業了 我們是五年假的 我們是六年假的 同時的作為